本水缸同时包含了夹灯、滴水位过滤器、造井、饲料等所需的物品,让未选购感到迷惘的人或想省时的人能一次构齐。 而且其中过滤器及夹灯等都是专为爬虫类设计的款式,能为乌龟打造具备充足紫外线与足够洋量的生活环境。 然而本套钢最宽只有22厘米,再放入绿水器、乌龟岛等物品进去,便更加显得狭窄,尽管整体而言较不占空间,但随着乌龟成长可能很快就需要换钢。 建议饲养大型乌龟的人再参考其他尺寸较大的产品。 加装过滤器时常会需要占用到钢内空间,但此型玻璃套钢将灯具与过滤系统整合,并设置于顶部上盖内,故动物在钢内活动时不会遇到障碍物。 此外,这样的设计不但让清理水缸或更换器具变得更加容易,四主们,也省去另外购买其他工具,或自行调整器具位置的需求,即使是第一次养育也能快速上手。 其次,上方以盖子覆盖异能防止动物爬出。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,其上部完全被遮挡住,没有任何透明处可透光,因此可能会影响到乌龟晒太阳的需求,或给它们带来压迫感。 养殖水生龟时需加入水,因此乌龟钢是否兼顾相当重要,而此款专为乌龟等爬虫类动物设计的养育钢,变着重于上盖的稳固性,例如具备紧密卡盒的开口,电镀材质的网盖等细节等,搭配材质后视的玻璃钢体,只要尺寸符合乌龟的大小,相信便是能用很久的款式。 然而,本商品只是单纯的养育钢,不像其他产品附有多种工具,因此购买时别忘了依自身需求,另外加购过滤器、灯泡等养归用具。 一般水钢在更换钢中水时需将内部物品及乌龟先暂时取出,而这样麻烦的步骤也导致许多人降低更换频率,进而影响动物接触到的水质。 倘若四竹想减轻这方面的功夫,则建议参考此组合式的乌龟钢。 它借由分层过滤设计,让人们只需轻松一提就能隔离出放置物品和装水的空间,轻松省时地完成换水。 另外,将为石区、绿植区以及乌龟的活动区域分隔清楚,也是减缓水质变脏的一个好方法。 不过全需注意,其长度长达50厘米,务必先确保家中有足够空间摆放再选购。 假如想随时带着乌龟出门,或有时常移动饲养箱的需求,便相当推荐此饲养套组。 它的上盖设计贴合多种实用功能,像是中央透明方便观察,侧面孔洞有助于透气等。 更重要的是还富有把手使人们方便随身携带,不会像大型水缸那样难以搬运。 内部使用的造景也相当特别,独特的曲线造型形成深浅不同的位置,再加上椰子树摆设,为乌龟打造出专属的迷你海湾,且造景于水缸皆使用透明材质,在清洁去屋时相信也更加一目了然。 部分玻璃水缸边缘尖锐,又没有以防护套包住,让人容易在喂食动物或清理缸内时不小心受伤。 但Mr.Dotaku的型套缸特别注重这部分,与四周部分经过安全膜边处理,使四主们接触时不必担心。 不仅如此,其玻璃的切断面不像过往产品呈现青绿色,而是以高透明玻璃提升水缸整体的亮度,可说兼顾了安全性与美观。 再者,组合中还包含了外挂式的水质过滤器及灯具,有助于维持清净的水质与明亮的空间,如此一来就算房间内光线不足,也可以自行调整,为乌龟们提供最舒适的生活空间。 本产品的特色在于透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连接内部外部,除了顶部的大天窗开口外,左右两侧也都设计了小门。 前者在整理四玉箱内部的时候相当方便,后者则适用于喂食饲料,且由于可直接从侧面投掷,即使箱子顶部堆叠其他四玉箱,也无需特地移开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本品还特别采用了伸缩式的迷你制物架,只要调整高度再将食物放置其上,同样也能达到轻松喂食的目的。 其次,不使用食可另外用盖子盖住,避免占用到内部的空间,而这样的设计易便于人们取出清洗,可说是养育乌龟、昆虫,或其他爬虫类食的好选择之一。 Susaku是日本知名的水生动物用具品牌,旗下这款套刚无论是外形和尺寸都配合生活极性,再加上还搭配过滤器、摆饰,与橱铝包一同贩售,方便四主一次购入所需用具。 特别的是,它使用的沉水是过滤器属于降省电的静音款,不仅不会发出过大的噪音,也提供更优质的环境让乌龟活动。 另一方面,其负有压克力质的透明上盖,因此既不必担心动物爬出来,人们,还可从各个角度轻松观察钢内部的状态,而活动窗口的设计于未实时也相当便利。 综合上述十分推荐吉养龟人士使用。 以方正外形打造,专为体型较大的泽龟所设计的玻璃乌龟缸,不紧长,宽空间充足,且闭面较厚,耐受强度高,经得起龟甲碰撞或指甲抓闹等情形,令四主多一重安心。 除此之外,厂商采用高透明度玻璃制作,让四主从各角度间能方便观察乌龟生态及日常情形,全平面底部适合布置石头,木材等攀爬物,稳固,而不易晃动。 当然,本品不仅可用以饲养则龟,两栖爬虫,或是鱼类都没问题,卖家提供令附网盖的组合,可说是万用型的多用途设计。 这一款自备了循环过滤系统的乌龟缸,让向往自然共生的四主得以实践梦想,透过结合了物理过滤及生化过滤底层的双重净水功能,不仅可达到水质循环且杀菌以外,更可增加水中含氧量,大幅减少清洁时间,也无需担心乌龟缸水质混浊。 更棒的是本品附有水培植物仓,四主可在此栽植水生蔬菜,除了能创造更加的分解过滤效果外,也能达到动植物共生状态。 若是符合预算且家中空间充足,不妨考虑这款选择。 若是刚开始饲养体积较小的幼龟,或者不时有移动的需求,那么本款高透明,轻盈小巧的塑胶饲养箱在以上时期会是不错的选择。 本品拥有垂直丝角的内部空间设计,方便四主快速清洁。 而顶盖,晒台皆可开泄,能够随着使用需求,进行调整,简单又实用。 另外,晒台富有爬坡客纹,让乌龟爬行时能够轻松地顺眼而上,避免翻倒,受伤等情形发生。 如四主正在考虑购买一款便于外出货过度时期使用的乌龟缸,这款饲养箱相当适合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